我講的都是事實 現在這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是 我只能說是有莫須有的一些指控 正義深中接下教育部長 問題多到還沒講清楚 吳茂坤自清後不到一天 監察院出手了 監察院著手調查 吳茂坤被檢舉 在東華大學校長期間 不只拆架浮攬 更自寢自和 執行日數無人管理 根據校內統計 年年請拆架比例都過半 101年的請假天數 更佔了工作日數的61.5% 薪水不只照樣領 更在自己擔任 學校會議主席時 提案自加薪 總總加起來 年薪高達500萬 扣除過半的請假日 吳茂坤的平均日薪5萬元 很多的時間是請假在外 這樣如何讓一個學校 很難以想像 他有好多的時間在外頭 可是花在這裡的心血是什麼 花在東華校園的心血是什麼 一年六成工作天不在崗位 學校事務放生給副校長 但明明請的是拆架 外出卻不是在推動校內事務 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 都只是自身相關的演講學術會 這樣該算出差還是試駕 你臨走學校這麼多錢 但是你多數的時間 又是在忙自己的外務 那如果說一個校長他不是專任 而只是把他視為兼職 那我們就要問說 那他正式的職務到底是什麼 虛名校長監院介入調查 吳茂坤爭議事件 恐怕已經創下 歷年教育部長最難看紀錄 記者李維廷成月台被采訪報導